鹿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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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鹿� 贺兰山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交界处,是中国西北重要的生态屏障,有效阻挡了腾格里沙漠和乌兰布河沙漠东侵,守护着黄河、宁夏平原等地区的生态安全,阿拉扇民众称其为母亲山。 哈拉乌管理站下设六个广户站,负责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广户工作,其中的哈拉乌沟是当地重要的水源地,需要重点保护。 目前正值春季防火期,广户员们每天都要进行巡护工作,每月要完成三次深山巡护。 哈拉乌管理站的副栈长李东是第二代物林人, 三十多年来,扎根山林延续着哈拉乌管理站74年无众大火灾的记录,也见证着赫兰山生态修复的过程。 最早的时候,它这个是赫兰山林厂吧,特别凄惨,像现在这个草皮上,都是羊走过的路,像你更新起来的幼苗呢,增序过来一吃,长不起来了。 到了92年,咱们就化成自然保护区,就开始封山静木,到99年就开始推木还林。 光从赫兰山,岩山周边清下去的增序就是23万吨。 赫兰山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后,生态植被得到了休养生息。 二十多年间,森林面积由51.83万亩增至58.2万亩,森林覆盖率由51%提高到57.3%,林区植被覆盖度达80%。 野生岩阳由1.6万只左右,增加到5万只左右,野生马路由2000头左右,增加到7000头左右。 以下这个幼苏,这都是自然更新的,咱们肉眼就可以看见的,自然恢复得相当好。 哈拉乌管理站向南40公里外的南四管理站,李东的儿子李国民同样走在寻林路上。 作为第三代物林人,李国民深受父辈影响,读大学时选择了林学专业。 毕业后,如愿走进山林,承担其守护贺兰山的责任。 这无奈劳的精神要传承下去,我们要一代人,接着一代人,保护好我们的母亲山,我们的家园。 大山无言,千百年来屹立于此,默默守护着这里的生灵。 而生活在这里的人,也世世代代行走在山水之间,与大山彼此守护。 把我们的母亲山守护好,让我们的荷兰山是山更绿,水更清,天更蓝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